少年歌行中的武功境界有点乱,比如明明境界差好远,按理来说一方会被秒杀结果还能支撑好一会,比如唐莲在墨衣手上居然还能支撑几个回合,难道不应该是一招就非死即伤了吗? 又比如雷云鹤在战兆玉珍,虽然说兆玉珍没出权力,但两人相差也应该不会太大,结果他和雷轰联手被唐门老爷子一招万束飞花打飞等等,最新的剧情中有三场对决同样令人不解 一,雷吾杰半步逍遥对半步剑仙宋燕回两代巨伤 雷吾杰的进步很快,出入江湖的时候还只是金刚凡进,拜师李寒一之后很快就进入到了自在地境 从海外仙山回来,入剑新种席剑,出关拦截吴双城的时候已经是半步逍遥了 不过离逍遥天境仍有一定距离,按理来说他就算打得过吴双城大师兄卢豫宅 但肯定不是吴双城前城主宋燕回的对手 宋燕回曾三次问剑雪月剑仙李寒一,虽然每次都输了,但宋燕回却有半步剑仙的实力 天下五大剑仙实力垫底的怒剑仙岩占天 至少也有逍遥天境后期的实力 半步剑仙又是吴双城前城主的宋燕回 应该有逍遥天境中期的实力吧 也就是说雷乌杰的半步逍遥,肯定远不是半步剑仙宋燕回的对手 当然如果雷乌杰强入逍遥天境的话另当别论 还是打不过,但可以多支撑一回 但当时情况算不上有多危急 雷乌杰根本不需要强入逍遥天境来拦住宋燕回 没想到两人交手居然是两败俱伤 似乎有点不合情理 二,唐莲强入逍遥禁念暗和杀手 唐莲是雪月城的大师兄 武功境界和雷乌杰差不多也是半步逍遥 或者是无限接近逍遥天境 不过吉殿如此,他也还不是逍遥天境 所以为了拦住暗和对逍遥的追杀 唐莲只能借助七盏星夜九强入逍遥天境 追杀或拦截萧瑟的几路人马就属暗和的实力最强 虽然最厉害的苏昌和和苏木宇没来 但带队的解七盗至少也有逍遥天境中期半步刀仙的实力 何况他还带了那么多杀手前来 这些杀手不乏自在递境甚至半步逍遥的高手 就算唐莲强入逍遥天境 按理来说他也不是半步刀仙解七盗的对手 结果却是解七盗和他带来的杀手被唐莲给团灭了 唐莲以一己之力尽灭暗和这么多杀手 似乎也有点说不过去 3.吴欣一招败给了锦萱 吴欣深夜入宫 想要探视声舞宣飞 却被锦萱发现 两人隔空对了一掌之后 吴欣受伤离开 按双方的实力 吴欣不至于一招就败给了锦萱 梁玉榜中吴欣和吴双并列第一 这么多年轻一辈的高手 第一个进阶逍遥天境的就是吴欣 当初两人交手顿悟了六通之术的吴欣 以一步入逍遥 到了天籁天之后又巩固了境界 从他自己说 要闭关境界神游玄境来看 其实这里不太合理 神游玄境哪有那么容易境界 吴欣在回北离的时候 至少也是逍遥天境中期的水平了 此前吴欣一招就击退了受伤的暗和大家长苏昌和 苏昌和至少也是大逍遥境界 吸了唐门老爷子近七十年功力之后 已是半步神游 锦萱是五大尖之首 实力深不可测 看来至少是大逍遥境界 甚至也是半步神游 不过就算他的实力比吴欣强很多 也不至于一招就重伤了吴欣 不妨对比一下 唐连实力差末一那么多 还接了好几招啥事没有 所以按理来说 吴欣打不过锦萱 但至少也能全身而退 不至于一招就受伤了 也不会有很多 惊敌 则不过锦萱 不过锦萱